香港打工人每天四小时转五趟车 花费一百七十元 从香港去深圳上班是一种什么体验 昨天发了我老公跨境上班的视频 全网都在问我们为什么不在深圳租房 我也成了全网那个最不会心疼老公的女人 大家都说是因为我怕我老公一个人住深圳孤单寂寞 会另外再找女朋友 所以不让她住深圳 还有一部分网友说是我老公怕我跑了 所以每天赶着回家 事情的真相是我们都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妻了 好像生活的重心也都已经不在对方的身上了 我们生了三个孩子 重心都在孩子身上 我是真不担心她在深圳找女朋友 她也更加不用担心我一把年纪 拖着三个娃还能跑去哪里 以前呢我们一直是住在深圳的 那时候我家老大就是跨境上学 香港的幼儿园都是上半天 她一个三四岁的小朋友 每天来香港 坐车三小时 读书三小时 其实真的很累 后面孩子越来越多 有了老三 老二也准备上幼儿园了 一个跨境生已经很累了 三个跨境生我想都不敢想 所以我老公就说帮回香港住 她宁愿自己辛苦一点跨境上班 也不想让孩子这么辛苦 我也建议过她在深圳公司旁边 租个小单间 周末再回香港 但她非常的固执 她不愿意 她不管多晚 她都要坚持每天回家 她还要给孩子们辅导功课 她也很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 以前不认识我老公的时候 就听说香港的男人很顾家 跟我老公结婚以后 发现这个说法确实是对的 我公公也是这样 遗仗也是这样 亲戚朋友的老公大部分都是这样 不顾家的男人十个里面 估计只有一两个 人家说三代人总有一代人要吃苦 不让爸妈吃苦 不让老婆吃苦 更不让孩子吃苦 他一个人就吃掉了所有的苦 这就是我老公 你家老公也是这样吗 听什么 他对我 他对那样 所以在我 我都看不透 他对我 我都看不透